我覺得香港零售市都好 因為我不用給80元租 我買80元,我給30多元租 給40元租 對我來說是好的 我覺得香港本來的消販租 我不覺得有,真的 過去六七年都沒什麼 十年都沒什麼 總之那個市場,人們還穿衣服 不是赤裸出街 當然有市場 問題是你怎樣去做 另外,受亞洲貨幣貶值影響 去年外幣匯率變動 對佐丹奴業績造成 9300萬港元的不利影響 劉國權表示,未來可能會 將部分生產遷出 珠三角地區,由期望提高 產品品質之後,價格可以 上調5% 430萬港元的不利 恆生指數收市是報 19941點221點 主板成交額717億1千多萬 恆子3月份期,課夜期報 19905點升44點 成交張數1,808張 十大活躍港股收4價 騰訊控股147.6跌7毫 聯想集團6.42跌2毫7 友邦保險42.4升4毫半 恆生H股84.4升5先 中國平安34.6升1毫 港交所173.3跌1.7 南方A5010.72升8先 建設銀行4.73跌3先 岸石A50中國9.2毫無起電 中移動8.055先跌2毫 五大升幅股份是 永耀集團控股 中國投資基金公司 憑發楊心國農控股 千里眼控股 而五大跌幅股份是 洋科集團 還與國際 鼎立資本 上海清浦消防 和匯稅國際控股 匯市方面 外幣對港元的賣價 美元7.775英鎊10.943 瑞士法樂10.8 澳元5.695 家園5.786 新西蘭元5.205 歐元8.4546 每百日元兌港元是6.825 每百港元兌人民幣是84.138 港金是報11,158 比上日收市是升110元 倫敦金會安市買入價 1,241.33美元 賣出價是1,242.23美元 港匯指數是報103.9 跌0.2 交通消息直擊報道 MICHAEL 首先講單交通意外 在九龍區 韋葉街去旺角方向 近住九龍灣體育館 有交通意外 現在部分行車線受阻 一大交通濟塞車龍 就排到近常二度 亦都影響到啟祥道 去韋葉街天橋方向 現時交通 一名內地疑犯 內地亦都拘捕九名同黨 新約電台記者黎柔坤報道 警方昨晚在深水埗 拉了一個56歲的本地男人 和一個43歲的內地男人 涉嫌用假信用卡 在深水埗 尖沙咀和傳溫 光顧一些小額救物 無需簽名的商店 在救物之後套現 警方在兩人身上 找到14張假卡 三萬多港幣 和一萬多元人民幣 又在兩人入住的賓館 再找到37張假卡 製卡工具 以及4000多元的裝物 包括藥油、奶粉和護膚品 警方相信 驅捕兩名骨幹成員後 已經瓦架過假卡集團 呼籲商戶 若果對固合的信用卡友懷疑 應該聯絡發卡銀行確認 澳門檢察院前領導 和相關人員 涉嫌參污被廉署調查 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說 感到不幸和傷心 他說現在不適宜也不應該 下判斷事件會否衝擊澳門的司法體系形象 翠世安又說 已經指示廉署調查工作應該獨立 不受干預 澳門連絕早前公布 一名前檢察長 涉嫌在04至14年間 將檢察院1億6千多萬澳門員的工程和服務合約 以高價判比指定公司 當中涉及4400萬元利益 接著到專題天衣積健的時間 近年越來越多人為了健康轉移食素 有營養師就說要小心選擇素食品 否則有機會影響健康 甚至是誤食毒物動物的成分 又方言尾說下 吃素感覺健康亦都比較環保 吸引不少人加入素食者的行列 又有人會在每個星期找一天吃一下齋 中文大學營養研究中心注冊營養師張海琪說 食素有不少好處 包括可以減低患上心臟病、癌症 還有有肥胖問題的風險 不過素食品有不少是豆製品 而食得太多豆 可能會出現腸胃問題 豆類往往都是一些制器的食物 吃完之後有機會腸胃不是太好的 會有很多胃氣、胃氣醬 特別如果你說長者、小朋友 或者本身腸胃是弱的時候 他們食得太多豆類的時候 都會有這個問題發生的 解決方法來說 就不要一下子食得太多 記住一定要浸很長時間的豆 可能你想著今天煮的話 你昨晚已經要好浸過夜 簡單一點的買罐頭豆 同樣用豆做的齋雞和齋鴨等 亦都不適宜吃那麼多 他會加了很多調味料 加了很多添加劑 很多時候它的鹽份都會比較多 亦都會油份比較多 如果你食得太多齋雞、齋燒鵝的話 其實相對上 真的叫4.5、8、15日 ceğiz 我們的飯店 會已經好用 到牛小rael 切 水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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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